今天啊又要给大家分享 一个可能被大家质疑的一句话 就是你会发现啊 生活当中很多很多人 只要一提钱就从了 那你想这样的人能赚到钱吗 肯定赚不到吧 说我这个东西啊 是有价值的 打回答 骗子 这个东西怎么有价值呢 一提钱就从 而且你每天赚钱 你想看吧 你一方面伸手要别人的钱 要别人的东西 想赚别人的钱 然后呢 一跟你提钱呢 你就从了 这种人的人生一定会失败的 而且在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失败 所以呢 当我们提钱 不伤感情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叫做价值与价值的对接呀 比如说今天啊 红柯说说 我有个教材 骂骗子 你卖东西 我当然也卖东西 你想一想 我就靠知识内容 来生存的一个保障啊 就跟你们卖土豆白菜是一样的吧 就跟你卖产品是一样的吧 你们不卖吗 你们给人工作 卖不卖 给你一万钱 你都能贵些 是吧 所以呢 一定要客观的尊重别人的商业行为 尊重别人的商业行为 才能够尊重自己的什么呢 生存行为 如果你盲目的打击了别人的商业行为 你自己的生活也不会很好 所以当我们面对啊 教材啊 书啊 培训啊 我们要淡然的 这是正常的 免费我还不要呢 因为免费是浪费的 你说一些全是假话 因为你的价值也是什么 用成本时间堆出来的吗 那你说你上大学 这个这么多年 进入社会 进入工作岗位 得到了这点支持和技巧 你能免费吗 那你活的靠啥呀 说我开策划公司 企业家来了 说你做咨询的吗 来 你给我讲三天三夜 那我收费了 你说你这个大骗子啊 你凭什么收费 这不对啊 人与人之间 就是价值与价值的交流 你没有价值 那你就要用人民币 你没有价值 你就要用你的什么呢 影响力 说你有影响力 好 我可以免费 你呢 有这个价值啊 咱们换嘛 我给你个一 你给我二 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呢 我想对所有所有的创业者和经营者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要敢于面向那些人民币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这个社群为啥交钱 你不要骂 你得研究一下 这社群咋回事 如果对你没有关系 或者说你不喜欢的 好了吗 我离开 你看看 现在很多很多人报什么 报北大的 清华的 长江商学院啊 湖畔大学 如果有人说说你通过了湖畔大学的这样的一个考试了 你可以进去了 那多少企业家高兴的不得了啊 宁可拿几百万 是不是 连黑马会现在都已经达到了什么呢 达到了小100万了嘛 以前就12万 你想想那为什么呢 要加入他们呢 很显然 为了商业利益啊 谁都不傻呀 说正合党 我没有资格 说你现在给他扔两百万 我都没有资格 不要你 你给你两百万干嘛呀 你要相信这个社会当中存在很多很多 你想不明白 是因为我们的世界的维度跟他们什么呢 无法对接 那一个会所 为什么那么几百万的会员费呀 打高尔夫 那那那那干嘛呀 对那就是商业行为 那就是价值啊 所以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思考跟钱有关的事情 我们现在思考的就是5000块钱的事 好了 我们就要在这个维度上来思考 不要想什么没有钱的事情 一提到人民币就从了 就谩骂啊 就打击 你永远不会成长 因为有一天你也要像他们一样 能够跟别人勇敢的说 说哎 我的教材多少钱啊 我这个圈层是多少钱 每一个圈子 他都有价值的 如果没有价值的圈层 你加入吗 你还有价值吗 是不是 就像我们今日头条当中 财经达人的一样嘛 对不对 为什么加个威 那进入这个加威群的话呢 财经达人都感觉到有一种荣耀感 对吧 才三百来着 那如果有一个不是威的进入的话 大家都没有荣耀感了 说他为啥进来的 那么当越来越多的 没有加威的人进入了这个威群的时候 所有所有加威的人全会退出的 那你们来吧 这个群我不能跟你们在一起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 一个最简单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当我们提到人民币的事情的时候 不要从 要马上啊 马上用我们的系统思维来思考一下 来变质一下 来平衡一下 来选择一下 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啊 决定了我们的结果不同 谢谢